桃园市劳动局跟社会局合作从去年开始 新手修缮一行工会推驻拟安行工会 协助弱势民众住屋修缮补助计划 达到无障碍生活环境 提高弱势民众的居住品质跟居家安全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当初要来推动这个计划的原因 因为我们桃园市的工会有大概550多家的工会 那每个工会里面很多会员都是身怀绝技 卧虎长龙 那他们也平常也很热心的来从事公寓活动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资源做结合 来协助一下我们桃园的弱势劳工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一支的计划 由这个社会局这里的志工实地去访市 发现有一些弱势的劳工 他的这个居住环境需要做一些改善的时候 再联络我们劳动局 那我们劳动局会去联系工会 那工会会派人到现场去做访市 确定这个相关的实施的方式之后 确定日期以后 那由工会的这个专家去现场去做这个执行 这个计划的补助对象是桃园的低收获中低收入户 职业灾害劳工以及因职灾死亡劳工的亲属 遗族经济困顿者 原本今年有7案要执行 但因为疫情导致施工延后 不过最近都会陆续的重启施工 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 到目前为止 今年大概总共执行了7案 那因为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虽然有7案 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执行完毕 目前只有一个案子已经执行完毕 那最主要 大部分执行的内容都是屋顶 或是这个阳台漏水的状况 这是最主要处理的 那我们在今年度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说我们有扩大这个补助的资格 就是扩大到 本来我们只有针对中低收入户 来做这个申请 那我们从明年开始 开放到中低收入的老人 他也可以来申请 我们这个修缮补助的实施计划 祝你安心经过一年实施 颇受好评 并且要扩大协助对象 新增中低收入老人资格 只要符合资格在劳动局 跟修缮一型工会共同进行评估后 就会展开施工 希望在善心修缮职工的通力合作下 让弱势朋友有个舒适及安心的居住环境 记者来问一桃园报道